中年后再度由柴志平制作,并邀请16个夏天导演许富翔指导,没想到开拍不久,传出导演换人的消息,许富翔指导风格细腻,35岁时夺金钟最佳导演奖,前途一篇看好,新版导演员由许富翔拍摄,不过戏开拍一个多月换人,另外解吃惊,外传他指导风格偏写时,和该剧需求的漫画少女感大不同,前几次事件效果都不太满意,内部争论多次,换导演的意见因此频频被提出来, 最后在团队讨论下做出艰难的决定,工作人员已爆料会导致拍摄效果不张和延档的原因,是许富翔导演和陈一涵爆出热恋之后,花时间在工作上的心思稍有变化,偶尔会造成团队困扰,这半年来,许富翔陈一涵在台北上海被不同媒体拍到三次约会,去年11月他在上海拍片,女方还曾到片场探班爱相随,一起吃饭回家,对于导演换人一事,制作人柴志平紧低调表示, 因为拍摄延耗的关系,记者多次打电话给许富翔,但电话始终未接,